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新的董事齐穴 就是我们的耳环穴 那你一听名字耳环穴 那肯定就是带耳环的地方 就是这个穴位 所以这个穴位在哪? 就是在我们,你看耳垂的正中央 就是我们的耳环穴 那耳环穴我们用的时候呢 可以用一个五分的针 然后直接从外向内斜四 进个两到三分就可以了 那这个穴位呢 就是在生活中呢,比较有意思 因为它可以治疗这个醉酒 也就是你喝多了,很难受 你就可以用这个穴位 它可以节酒,可以止呕吐 就是一直喝多了,或者平常想吐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那你看,为什么这个穴位可以节酒呢? 这个穴位所在的这个点 那素疗呢,你看就是在我们鼻尖的位置 我们一般呢可以用这个 家里采血糖的那个 采血的那个小针 然后直接稍微点刺一下,几个几滴血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两个配合 结酒的效果会非常好 那你看素疗是什么? 素疗是在我们面部,然后在鼻子的,鼻尖的地方 它属于阳中之阳 所以呢,它有这个提神醒脑的功效 这块可以这个强肝解酒 这块可以提神醒脑 所以呢,在生活中 用这儿配上这儿 它就可以解酒 酒喝多了之后呢,大家不妨 可以试一试这个穴位 好,今天呢,关于这个耳环穴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喜欢懂事齐血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